如果說我今天把這個範例,當然這個地方我又把剛剛的這個幾個範例貼到這邊 所以如果你要參考的話,你就重整一下在第六章的下面這邊,一二三三個 基本上我們如果要for each的話主要是這一段,for each的敘述 那這邊主要幾個重點,怎麼樣做修改 那第一個你當然開啟那個我們之前有一個lesson的四支二的範例 那裡面的話原來是用那個for回圈,兩個for回圈然後做輸出 可是今天我要把它改成for each的話,首先我必須要產生一個是 兩個一圍陣列,一個是i跟j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當然我們有第一段第二段,當然用第二批次的,因為我知道一定是1到9 所以我就怎麼改呢?第一個我就先建立一個i的陣列 所以用array的方式,批次的幫我把1到9通通放進來 放到那個i裡面 對不對?所以這個i裡面呢,就會放什麼? 放1到9的這些數字 第二個的話呢,當然產生一個j 這也是一圍陣列 把這些通通都把放進來 對不對?那接下來怎麼輸出呢? 本來是用fori等於1,然後第1個等於1,然後9不進嘛 可是我現在是把裡面所有一個一個怎麼樣?一個一個一個的通通抓出來 放在哪裡呢?比如說我後面 s,後面放在一個變數裡面 這個變數,一個叫vi好了,一個叫vj好了 這樣會比較好記 那這邊的話呢,我就for each 去把這個陣列裡面的東西一個一個抓出來 先抓第1個 放在哪裡呢?放在vi裡面 所以一進來是第1個 然後這邊的話呢,也是要先抓第1個 輸出的話就1乘上1等於1 再來抓第2個2 1乘以2等於2,一次類推 所以輸出的結果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把它輸出到Chrome裡面 大概就是這樣 1乘以1等於1 這個是我們第一次做的 那不過可能同學會看到這個東西 有沒有 他這邊的話 他這個是notes,他並不是錯誤 他只是什麼 跟你 叫你要注意一下 比如說第幾行第9行 可能有 可是第9行根本沒什麼 輸出一個value 這個多了 這個是 多一個value 這個應該是不需要 多一個換行 如果這邊的話,我就多一個這個 把這個改成這個好了 換行 這個是插入一個 一個分段 基本上這個好像沒有,應該也沒關係 OK好 然後再執行一下 OK 那就沒問題 好,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做出 當然同樣的方法 你也可以把那個表格的部分 做一個修改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最常用的應該是類似像這樣 如何 P次的建立一個什麼 一個陣列 然後呢 並且用4H的敘述 把它輸出 這裡我想各位先 試試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然後 用那個 把原來4H的回圈改成4H的敘述寫法 如果可以做得出來 那表示OK的 當然也是很簡單嘛 九個東西 可是要二維陣列 一個二維陣列 可以把它解決 但是這個可能難度就會比較高了 這個可能 我在想說 同學可能不見 這個可能已經超過 一些同學的能力範圍了 所以這個 想想看 如果可以的話可以做 如果不行的話 我們再來討論 好 那再來 我們後面還有一題 這個題目的話 就類似像 這個也是跟那個陣列 很有關係 那跟剛剛樂透採式延伸題 他說請利用什麼 陣列函數 是做 42取6的那個樂透程式 那實際上 剛剛打散 我們剛剛不是打散 同學不是說 那個Java怎麼打散 其實在Java裡面 其實Java裡面有一個函數 叫做什麼呢 叫做 Safo 這個Safo函數是做什麼 就是 打亂陣列 就是 一打散 它就可以重新排過 重新排過之後的話 其實 就 就可以 可以確保 反正它位置 不是連續的就對了 另外的話 就是用一個Range 這個Range函數 其實非常簡單 比如說我現在產生 1到42 而且連續 中間的 間隔1的話 那就Range 刮虎 1 豆點42 豆點1 也就是1到42 間隔1的意思 利用這個函數 它就可以 快速幫我產生 所以其實 剛剛1到9也可以用這個來做 1-9 豆點1 它就會幫你產生1到9的一個陣列 會丟回去給誰 你就用一個陣列變數來接就好了 然後再來用什麼 用另外有一個 最後用一個 一個函數 叫什麼 這個 Array的 Slic 取出什麼 前面 6個陣列 最後 輸出就類似 這樣 如果說你要重新排序的話 另外還有一個函數 Source 也可以由小到大排列 所以這邊的話當然會用到陣列的 一些 一些函數 有哪些函數 請各位稍微參考一下 這邊在6-5-2 裡面就會有 這一些 那我們大概來看一下 它裡面有 我看前面 大概就是從 6-5-2 裡面的話就會 有幾個比較常用的那個陣列 的函數 比如說 我怎麼知道說這個陣列裡面到底有 幾個 幾個 長度 你可以用什麼 用count 然後把陣列放進去 它會return回來告訴你 將結果以整數回傳 比如說這個地方我們有個array 它是甲乙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 這個echo count 它的話會怎麼樣 告訴你3 這個就是所謂的 陣列的長度 陣列長度是3 可是編號一定是從0 1 2 這個count 有點像 Java裡面應該是叫做lex 就是它的長度的意思 這個應該比較常用 然後 其他的話還有哪一些 檢查元素中是否重複的次數 你會發現 這個其實也有 重複的次數 有沒有 那這邊會出現 告訴你什麼 已有兩次 所以其實如果說將來你的陣列裡面有重複的東西的話 或許也可以利用這個函數來幫你檢查 有沒有重複的資料 然後還有什麼 顯示目前的指標這個用的比較少一些 再來我們剛剛有提到的像什麼呢 像這個 Range 有沒有看到 在中間這邊 Range 這個函數是做什麼用的 起始值 中始值 遞增值 所以你要產生 1到4的話 有沒有 中間間隔1的話 那這邊它會自動幫你顯示 就是1234 總共會有四個數 中間 間隔就1 當然如果說你中間 這個最後這個數字沒有的話 它會變成 預設只是1 它最後一個數字也不用 沒有加的話 那 預設就是1 還有一個saf 把它打 打亂掉 那其他的話 這個是顛倒 這個我想用到的比較少 就是你把那個 裡面的順序顛倒過來 其他還有像排序 Sorts的部分 我印象中後面還有一個 Sorts 這邊有個叫Sorts Sorts 它是可以幫你做排序的 其他還有像 第真第簡 有 反向正向的排序方法 那利用這些方法 這些函數的話 我們怎麼樣做出 這些剛剛題目提到的 這邊有個練習題 請各位 試試看 如果可以的話 先了解一下這幾個函數 那等一下 我們希望做出來 就類似像這樣 本期 樂透開獎的號碼為 當然前面是換行 不過我們就不換行 就直接把這 六個數字輸出 而且是不重複的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 先試試看 等一下再來看一下結果 我們就利用 剛剛所講的這些函數 最重要是有三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是Range 自動幫你產生 你要的 1到42的號碼 所以會產生42個 第二個幫你打散 它就不會是1到42了 它會隨便亂放 第三個呢 取出 前面6個 所以會有 三 會有三個函數 好